一道亮光划破夜空 这一段在网络上流出的影像 让印太战局再现火光 印度国防部说 星期二晚约7点50分 在东部卡拉姆岛成功试射 烈火五营洲际导弹 烈火五行洲际导弹 由印度自行研发 长17.5公尺 可装载大约一顿重的核弹头 采用三段式火箭设计 机动性高速度快又精准 号称能在18分钟内反击对手 最大射程5000公里 以这次试射的地点来算 射程范围几乎涵盖全中国 等同让中国盲刺在背 但为何有意针对答案很简单 希望有关国家 恪守国际关系准则 不要对中国国内的正常立法 妄加揣测 23号中国通过陆地国舰法 内容点出要打击任何损害 陆地国界的行为 虽然没指名道姓 但明显针对最近的中印冲突 中印边界冲突最早可回溯到1962年 虽然1993和1996年签订的中印协定 划出一条实际控制线LAC 但由于双方对边界范围认知不同 冲突不减 10月初两国士兵爆发冲突 印度媒体报导有将近200名中国士兵 遭到短暂控留 2020年6月更是近年来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次 基于中印协定无法动用枪炮弹药等军火 解放军士兵用狼牙棒大刀砍上印军 至少20人丧命 引起印度全民共愤 这个月中中印举行边界会议 但除了互相指责完全没共事 中国立新法印度秀军力 互不相让两国关系恐怕进一步恶化 三里新闻会宣摩倒